大半夜的 怎么这么着急找我 先生 你快看一看 云合怎么了 脉效越来越弱 反射要避入心脉了 云合 云合 求求你救救他 救救他 你要想救他的话 赶紧出去 这里交给我 来 不要在这儿扰乱我 都先出去 尊主 少主怎么来了 我刚刚见你神色着急 匆匆而去 我放心不下 便敢来看看 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没什么事 少主不必费心了 哎片儿 发生了 信好 饮打死你 许钜 虚会 李 特有 他总算是熬过去了 一会儿 一会儿不准这么吓我了 我不过是睡了一会儿 你们怎么都来了 睡了一会儿 你刚才差点就死了 反是直逼心脉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把你要死了呢 我就是太困了 敢把你们吓得 如果你不是你 孙主 孙主 他为什么亲他 你疯了 你疯了 我不过是喝了 你疯了 欧阳 愿你的所长 曲光阴地方 愿离我远离了悲伤 从此我虚妄 忘却翻手 让遗憾不生长 愿你从此无所怕 无愧也无话 像萤火追逐着海浪 捉不住的光 任由我 依然回想 郡主 你脑子是不是不清醒了 灵昊卿马上要兵临北渊 你现在将这么多灵力 堵入焦珠传给他 你怎么跟玉灵师对阵 直接去送死吗 杜灵力 你在救云河 别再做这些徒劳的事情了 你之前试过的 没有用 长衣你疯了吗 把焦珠拿回去 我给 你必须拿着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就当你自己不惜名 万一先是偷袭 你就等着北渊的风雪 替你挡吗 顺德先机重伤未愈 先是不回来的 好 好啊 看来你早就下定决心了 看来你当上这北渊尊主 连我都辅佐不了你了 随你吧 冷静冷静 过来 洛洛 你先出去 要不我还是陪你 你先出去 我有话对他说 好 仙人 七打上身 尊主在里面 我现在不想提他 露锁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 没什么 那个 你刚刚没看见那强光吗 那是胶珠的光 长衣在用它救云河呢 闭嘴闭嘴 胸珠不敢说 胶珠在救云河体内 你们知不知道北渊 现在是什么处境啊 尊主他身负重任 你们却骗取他的胶珠 还耗费他的灵力 你们到底是什么居心啊 什么叫骗啊 长衣早就把胶珠给云河了 他是心甘情谅的 他心里只有云河 长衣 别的事也便罢了 但是此事绝不能当儿戏 将胶珠拿回去 儿戏 便当我是儿戏 与你又有何干 你就这么想把胶珠还给我 难道你和空明一样 也想操心我北渊的事 北渊不是你的事 是大家的事 我怎么做事 你没有资格教我 当年你不该回头 你不该变成这样 你不该执着于仇恨 我执着的 从一开始 就不是仇恨 那是什么 你说呢 我这副身体就算时日无动 那也是由我自己来负责 怎么能够让你好损灵力牺牲自己呢 如今你已断位又无交注 你说如何安定北渊 如安定北渊 从来靠的不是九主 也不是灵力 我这次也不接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